大家好,我是北美老司机Trucker Gun 今天是7月3号 我差不多有两个月没给大家拍视频了 大家想我了吗?我想你们了 说白了,这两个月我特别的颓废 为什么颓废啊?就是因为赚不到钱 这钱是太难赚了 现在北美卡车的运输月到底低迷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 给我感觉啊,就跟七十岁的老大也差不了多少了 废话不多说了,我给大家简单的阐述一下 这个北美的卡车夜到底该怎么办 如果我估计没错的话,从去年的七月份 到今年的七月份 这一年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低迷的卡车行业 有些人说,刚哥 别说卡车了 你说你现在摆了一堆三块牛排在我们面前 是不是要开吃了?是,我们可以开吃 但开吃之前吧 我们想想怎么做嘛 但是做并不要不精 我拍视频给大家 是不是有激情?激情怎么来? 有时候这个激情啊,挺难来的 为啥不两个月不拍视频呢? 需要找激情找感觉 来来来 给大家看看这款 电炒锅 利人的 LIVEN 如果大家也觉得这款电饭锅不错 电兵党不错啊 我告诉你 可以去华人生活馆 直接从马上收拾华人生活馆 或者在我屏幕下方 我会把那个所有的连接呢 发到评论区 上下两层都是可以煎的 现在我已经给这锅预热了 如果我们煎牛排怎么煎 非常简单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先把我的那个 神气拿出来 这是我一款那个喷油啊 CANOLA OIL CANOLA OIL 来 就是简单到了什么地步啊 把我们牛排拿出来 这块牛排呢 花了我31块钱 相当于一块牛排 一块钱 一块牛排是十块钱啊 不是一块钱 那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牛排很简单 我不知道这还有没有了 CANOLA OIL 帽子没有了 不对啊 肯定有 不要吝啬啊 这个油喷完了之后呢 再把它翻过来 必须要用手啊 没手就没那种感觉了啊 不要怕 我告诉大家怎么做 大家怎么做 好 接下来 关键的时候到了 这因为这个 这个我特意做的电鸣挡 你看到没 这上下加层的啊 就是他这里可以 给大家看看吧 这个东西太美妙了 我带着根线啊 千万千万注意安全 这个电鸣挡呢 这里是开关 电源一开关之后呢 他这里又等候功能 这些什么都不用管 他上面看下面下面 上盘下盘都可以加热 这时候你可以点功能选择长按 你长按功能选择之后 他又会变 然后这时候你轻轻点一下之后呢 他就会从这里变 你看这里是煎蛋牛排 三分钟就搞定了 就这么简单 或者说就这么长时间就搞定了 你现在想干嘛干嘛去了 三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吃牛排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煎牛排呢 需要差不多两倍的时间 他说上面是煎蛋煎牛排 不完了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咱们试试吧 这不是吃 今天的重点 咱们得说一说 为啥这么颓废 真的相当的恐怖 太难受了 最近这个月吧 有多少公司倒闭了呢 最近这一年吧 有多少公司倒闭呢 我先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我只知道行价 二手车 同样是二零二零年款和二零一九年款的车呢 它的价格从年头的十万直接锐减到现在现在的五万 也就是说车的价格 二手车的价格一下瞬间降了一半 你说二手车为什么降价 之前为什么不降价 理由很简单 以前二手车少没人往处卖 现在卖的人多了买的人少了 那为什么卖的人多了买的人少了 很多人就已经在这行业混不下去了 真是混不下去了啊 那好了 那这时候有人问了钢哥 就是这行业混不下去了 那你为什么开开心心呢 你到底 我就想说跟大家说的话 不管是哪个行业 你永远不会淘汰那个佼佼者 除非这整个行业 从这个社会上消失 那你说有没有什么行业从这个整个社会上消失了 有比如说你是修理BPG的 对吧 你修理BPG的 你是不是要 现在都没BPG了 你修理个什么 那同样 如果说有一天 AI代替了我的卡车司机 那你说 我还能开车吗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但是呢 多长时间能占领这个市场 AI什么时候能代替了钢哥 对不对 我觉得还需要点时间 不管他 现在呢 我不刚才 好 那现在我给大家说说 简单说说吧 别扯那么多了 去年呢 我的公司呢 赔了三万 为啥呢 因为去年大家都知道 我的车修了很多次 而且今年冬天的时候 我的车 就是说怎么说的 从去年到今年 我的车该修的 修的太多了 发动机换了 发动机换了之后呢 还换了啥 发动机坏了之后呢 Turbo也跟着坏 就是发动机一换 Turbo也坏 什么什么 什么各种 Gasket 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什么什么 什么 Breather 那我都不知道啊 因为这些东西呢 卡车的这些 有些配件呢 我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翻译不出来 为啥呢 因为我呢 这些东西呢 卡车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跟在这边学的 所以说呢 在在加拿大待着二十年吧 具体的中文叫什么 有时候我呢 我得现查 知道吧 然后呢 整个的修理的东西太多了 你修车的时候 就没有出 没办法出去工作啊 你没办法出去工作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转过来 那不就赔钱吗 然后今年呢 开春 我继续 今年开春 各种各样的爆轮胎 你一爆一个轮胎 你又 又走不了了 你说你咋办 好 咱们先说修车 你修轮胎了之后 也就算了 我 变速箱 我坏一次 对吧 轮胎给我爆两个 一次爆前胎 一次爆后胎 爆后胎那次 我没拍视频 爆前胎 我说我忍不住了 我说顶拍 这太苦了 这是不行 这一点都不行 咱们这红酒喝着 接下来的视频呢 就是说了 真的啊 就是说苦逼呵呵的 到了现在了 现在所以说呢 我最近消失两个月干嘛 就是想多挣点钱吧 得补贴补贴家用 因为我忽然间发现了 我一个月的开销 有点太恐怖了 这随随便便你整个东西 我没三千五 我都养不了 没三千五 我连我连房贷都付不起了 可是你总要吃总要喝了吧 那你说怎么办 那不就得忍着嘛 所以说呢 我就苦哈哈赚钱 现在这开关已经关掉了 好 我把它关掉了 现在这个感觉的就有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 揭开盖 如何如何如何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 他所有的这个东西的都从这里啊 从这里一走 流到这里了 知道吧 我觉得不错了 再把它翻个个 爽了 真的是很舒服 你说为什么我要选他这个呢 我不是说了 当我一个人在车上的时候 你说你爽不爽 你怎么吃吧 直接就开吃了 什么开吃吧 所以说我不说了 这叫什么 Lemon pepper 对不对 大家想知道这个吗 这个一辆 就叫做Lemon pepper Sydney 这个东西可以在乌尔玛买到 这个东西相当的好吃 然后紧接着Garlic salt 必须点Garlic salt 撒必须的 你不要怕 不要怕 撒匀了 你说这锅到时候怎么清洗 别着急 刚刚给你演示 行了行了 咱卡着行业低迷 咱就不说了 咱赶快先吃两口吧 咱看看吧 我为啥选择这款盘子 我直接我就可以咔嚓 咔嚓开吃了 你说我这一说一说的 你说最重要什么 方便简单快结本 卡车司机吗 对不对 你说我这玩意 牛排往这一放 七分钟好了 得不得劲 我说不好吃你都不能信的 我跟你说兄弟们 哎呀主要这个叉子太不给了 下次我一定要放个铁叉在自己车上 因为什么 我一开始呢 好久 哎呀得劲啊得劲 哎 那我现在跟大家说呢 我 这个铁盘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几成熟啊 看几成熟 我现在觉得有点 有点过了 为什么我喜欢吃生的 三分钟的牛排有可能还真好 但是我还是个人建议大家真的七分钟 七分钟会比较合适 哦 哦 得劲得劲 你说这个盘子会不会被我用刀拉坏 不会啦 哪有那么 哪有那么多剪 哪有那么多拉坏的事呢 你所有东西要用嘛 对不对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不管生活有多苦 我们都得一起努力啊 你咋说 不管生活有多苦 必须要找个人一起幸福 不管生活有多累 还得打起来精神找人睡啊 超级得劲 如果下回啊 有人 有朋友来我车上 我就直接吃牛排 简单 快捷 又霸气 对不对 你说你来北美了 不吃个牛排 那得劲吧 上钢哥车啊 以前 钢哥天天给大家说 上钢哥 上钢哥车 钢哥下面给你们吃 以后啊 上钢哥车 钢哥给你们吃牌 生活必须要上档次 我开这个弗拉戴克 现在我给我算了一下啊 现在最低的话 成本 什么叫最低成本 就是说当我 每卖 每斤 两块七毛五 不是说说的 美金两块两毛五 加币三块 这就是没法再低了 这个这个价格 就最低的价格 公司没有任何利润 你只是赚一份人工而已 知道了吧 仅此而已 如果说现在呢 我不知道怎么样 你就能赚钱了 哎 美金两块七毛五 加币三块五毛钱左右 如果再说多一点的话 那就是三块四块 这样才有的赚点钱 就是作为一个 才能赚点钱 那现在你说入行 什么样的人赚钱 两种人 第一种像我这样的什么 开的特殊车辆 你知道吧 拉的平板 这个货不是拽外 这种人能赚点钱 还有什么 你就说了 直接 我不买车头了 我就一个人干 我就给公司干 只要公司愿意要你 他美卖要付你五毛五啊 对不对 你一个月也能赚个五六千块钱 六七千块钱 也简单 就这么简单了 就这两种赚钱方式 如果说你现在这时候 你要说是买车 进来投资新手 给我交个学费 我呆你啊 其实呢 肉吧 是蛋白 作为我们像我们北方人 你不来点面食垫底的 他总觉得肚子里不舒服 明白吧 所以说待会我吃完这呢 嗯 啊 这个肥油啊 挺劲 你不让全熟 哎呀 这个肥油啊 我只能吃一块 只能吃一块 那肥油太给力了 太给力了 真太给力了 我不知道你们能吃多少口 反正现在我说 哎 哦 腿拔腿拔腿拔 而且最重要的是吧 这个电饼档 这个这个这个功率挺大 真的我真的没想到牛排这么快就熟了 真的是真的很神奇很神奇 真的太神奇了 因为我如果自己煎呢 我煎不了这么嫩 有时候 那这个煎这个电饼档煎的和那个是啥 和那火煎的还是有点区别的 有一点的区别 你问我哪个好吃呢 我觉得火那个呢 稍微好点好吃点 但相差无几啊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用这个煎饼档呢 我根本不会崩任何油烟 没有任何油烟的崩了 那你说让我选那个 我肯定选这个呀 有可能跟我这个这个溜洒都会有关系啊 有些人问我了 刚哥你这还没吃完吗 我这还没开 我不是没开胃呢 这时候呢给大家演示演示的就是说 这就叫做怎么样去吃吃舒服一点啊 你肉吃完了是不是来点菜呀 来点饼啊 来点面呀 别着急往下看啊 有些人如果退了就有可能看不着这些东西了 这才是精精的生活 对不对 一个洋葱便宜 对吧 可以 都把它剥了 这手这东西没事啊 手这东西就大把大把的用啊 用完之后你手别乱摸就行 有些人控制不住 一会摸摸这儿 一会摸摸那儿 对不对 哎呀 我刚刚这个手还能控制得住啊 就是不冲自己乱摸啊 哈哈哈哈 哎呦 好 好 好了吧 这时候呢 就是半个洋葱吗 对不对 往这一放 呃 有手 我得撕点纸 这里已经撕好了 哎 稍微擦一擦 干嘛 拿饼 在那个 在那个乌尔玛买的啊 乌尔玛买的皮特饼 发面饼吧也算是 发面饼 看到了 这发面饼 这个发面饼呢 我本来想是 这是发面饼呢 我看能不能做鸡蛋管饼啊 貌似不行啊 貌似不行 就往那一放 不管它了 怎么 来蒙拍摹西子年 然后再加点燒炭拍摹 你说往柄上方案不行往柄上方向下方也行 对吧 在盖盖之前咱还差了一件东西 差了什么东西 我马上给大家拿出来 这个最关键的东西来了啊 为什么要先煎牛排呢 吃完再说呢 理由很简单 煎了牛排 牛排下面是不是有点油 一颗蛋 钢哥必须领单手打蛋啊 现在我单手打蛋的功夫已经不行了 看上面这里鸡蛋皮 我不知道为什么鸡蛋皮会 现在不是现在的鸡蛋都不行了 单手打蛋的时候我会这样子 不不单手打蛋就这吧 不行但是双手打蛋更打不开 好这个面皮往上一放 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呢 就是继续 找上纸擦擦手 你看大家现在以前我很少用纸的 现在不管了 为什么 人的生活呀 就得 就得怎么说的 就变成妇人 以前我一张纸不舍得用 要死半张 不行 现在你必须领巴 寄一点跟我兄弟们 只要一张一张用 用它 有时候浪费一点 但是我说这个浪费还是节约式的 我这个纸还行很心疼呢 这是往上一盖盖干嘛 直接点开关 我们就是点这个有手抓饼的功能啊 有杯根和手抓饼 我们继续选择功能 北可手抓饼是两分钟啊 还是五分钟啊 我觉得煎一下五分钟比较合适 我们可以定时啊 四分 四分十秒 好我定了五分钟啊 五分钟我们是不是要再来把这个洋葱再多煎点 哎没事留着吧 留着洋葱明天我们还能吃牛排 好了 现在呢 再把我们的这个 哎呀有些人跟我说了 看说刚刚你为啥不吃蔬菜 现在那时候我是没没钱吃 现在不管了 啥好吃吃啥